第十四章 不要辯論信心軟弱的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而惑的事。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 因爲上帝已經收納他了,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伯人呢? 他或暫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暫住,因爲主能使他暫住。 有人看這日比哪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 只是各人心裏要意見堅定。 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 吃的人是為主吃的, 因他感謝上帝。 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 也感謝上帝。 活為主活,死為主死。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 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 若死了,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活或死, 總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 你這個人,為什麽論斷弟兄呢? 又為什麽興漢弟兄呢? 因我們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 經上寫著, 主說, 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 萬失必向我跪拜, 萬口必向我承認。 這樣看來, 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 在上帝面前說明。 不可使弟兄跌倒。 所以, 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 寧可定義, 誰也不給弟兄放下半腳跌人之物。 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 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 唯獨人以為不潔淨的, 在他就不潔淨了。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憂愁, 就不是按照愛人的道理行。 基督已經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敗壞,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毀謊。 因爲上帝的國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 在這幾樣上服侍基督的, 就爲上帝所喜悦, 又爲人所稱許。 所以, 我們無要追求和睦的事, 要彼此建立得行的事。 不可因食物毀壞上帝的工程。 凡物固然結正。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無論是吃肉、是喝酒、是什麽別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作才好。 你有信心, 就當在上帝面前守著。 人在自己以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責, 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因爲他吃, 不是出於信心, 凡不出於信心的, 都是罪。 錄影